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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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小孩子一個還三歲 那一個還在肚子裡面 就是依父子 當初碰到逆境來的時候 就是用智慧在探討人生 然後用毅力再安排時間 把我的事業 置業 家業 三個就併在一起 一大早起來先把小孩子安排好 重點就是不要讓他們有所偏差 然後我能夠安心做我的置業跟事業 小孩去上課我就從事我的業務 我們都是中午開組會 然後晚上讓小孩子回來 看到媽媽 婆婆也看到我們 我是覺得說 包括你今天要當一個志工 真的也是要規劃 比如這個禮拜 每天要做什麼事情 都會列出出來 然後我沒有做的 我就會化掉 然後臨時事情再補上去 包括譬如我們在募款 菩薩招神 我會做名單的列舉 包括時間要怎麼去安排 就你要怎麼去銜尖 因為一整天的時間 自己要去規劃 這樣一路走過來二十幾年 因為你有承擔組長 學會了很多 你今天不管碰到什麼逆境 或是什麼順境 你先問你自己 到底你做了多少 那我覺得我在當組長就是說 逼我自己放下身段 再放下身段 不管對與錯 我先跟他們講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是覺得說真的 就像你講 要用心你要去找方法 其實有心就不然 人物 我們今天想像你